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鼓壇事件》 我是主持梁君宇 我身邊有施永青先生和施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現在錄影時間,香港時間10月30日下午5時 在美國大選之前,願無以外下星期 再播這個節目時,大家都會知道美國大選的結果 不過是民眾投票的結果,不是選舉人投票的結果 很多人說拜登贏硬 因為民調顯示,民眾支持拜登的意向領先 但美國選總統,不是民眾投票的結果 可以決定的 他實際上,是由各州的代表去選舉的總統 因為美國是聯邦制 州有一定的投票權 州負負責投票的,他們叫Electric College 其實跟香港的選舉委員會一樣 他們是負責選總統的 所以,選完民眾投票之後 還有這批人去投票 這批人怎樣投票呢 如果有些州,其實已經有立法規定這些人 要按照民眾投票的意向去投票 但這只是州的地方立法 不是憲法的 其實美國在立憲的時候 美國的先言,即開國元老 有個想法,一般群眾去選總統 是危險的 因為群眾有時的思想,是不清晰、短視 所以他寧願間選 由一堆政治理念比較清晰 在政治有一定的經歷的人 即是,才給他投票 各州可以派出的人 是數字不同 一般人口的州 人口多的州,可以派多幾個代表 人口少的州,就派少一些 但又不是完全按人數去比例 所以有些人口很少的州,都會增加 根據眾議院的議席比例也有關係 這批人,為何給他投票呢 他應該怎樣投票呢 美國是個人主義的 個人主義就是相信人有自由意志 人有理性 人有良知 這些都是上帝賜予給他 他按照上帝賜予給他的良知、理性 去投票 所以,要等這批人投票才有效 這批人,過去一般情況 都是根據民眾投票的結果去投的 因為大多數人都是這樣 但這是美國的理念比較一致的時候 就會這樣做 但現在,美國其實是相對分化的 有些人主張美國走這條路 又要人權、又要法治、民主 有一批人,其實是向右轉 美國要優先 白人沒有說得那麼明 即是某一部份 以及既得利益者要優先 即是商界要優先 有一批人覺得這樣,美國才會進行 所以,在這麼分化的情況下 這種分化,我相信會在選舉人裏面 都出現 他們覺得美國命運這麼關鍵的時刻 他們作的取捨 就可能不按照民眾的投票去取捨 所以,今年 11月3日的投票出來之後 不是這麼快就可以推論 這個州,贏者獨取有多少票 這個州,按比例分配有多少票 其實,如果說細緻一點 應該說,拜登後面有一批選舉人跟他綁在一起 特朗普後面有一批選舉人跟他綁在一起 特朗普贏了,在贏者獨取的州 就是這批選舉人全部出現 而有些州是按比例,例如3、7 特朗普拿了3、拜登拿了7 7成是拜登的選舉人出 三成是特朗普的選舉人出 去到他們還要投票 我印象中,投票的時間是12月14日 正式的選舉人投票 投完那次票 才算是選了出來 我說現在這麼分化的情況下 這一批選舉人,就未必按照民眾的取向而投票 他們會按照自己的理性判斷去投票 所以,會出來的結果 可能會出現跟民眾投票的結果不一致 我之前,力排眾議,我說特朗普會出 不是只看表象,而是看整個西方的趨勢 整個西方,其實現在是向右轉 不止美國向右轉 特朗普上台已經證明了向右轉得勢 你看看意大利、西班牙這些歐洲左翼國家 以前他們的國家是左派佔優 他們現在都有很多右派上台 雖然未執政,但已值增加 我認為整個趨勢是向右 如果整個趨勢向右 特朗普才是代表這個趨勢 即使看民主黨都向右 民主黨入面,拜登是民主黨的右翼 如果社會向右轉,大家鬥右 如果鬥右,誰有呢? 特朗普又,拜登有呢? 當然是特朗普又 所以特朗普如果從社會的潮流去看 他代表西方現在的潮流的程度 是高於拜登的 你說過程中有反敷 這次選不到,不出奇 如果選不到,我認為下一次選舉 都是特朗普A,特朗普B再出現 這是我自己的取態 不是我喜歡特朗普 而是我看到形勢是這麼變 所以在這段時間,美國選舉未必下個禮拜初 就可以有結果 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可能很多投資者 對於這個不確定性 是 備之則吉 先生,今天的股市已經跌得非常多 美國的期貨都開始跌 如果根據你的說法 票數接近或增額多 其實有可能整件事是到12月中才會清晰化 浩德,你怎樣看呢? 會不會這個因素 其實都還未反映在股市上? 即使跌了那麼多 當然,大家如果根據以往經驗 希望12月3日有個比較明顯的結果 10月3日 10月3日 我之前說過 投資者很怕不確定性 好像用一個簡單例子 你考會考 合格也好 不合格也好 最好快點出現成績 你再去計劃下一步 大家都希望 這個不確定性 如果10月3日 即下句拜 有個比較明確的結論 我想整個市場都會開心一點 有一個明確的結果 市場上有人看好特朗普選舉對經濟有來 有人看好拜登當選對經濟有來 總之有一個選舉,都有一群覺得有利的人出來行動 現在是未知 未知兩邊都不動 兩邊都不動 日來的資金少了 市場正常都有買賣 有些人走了,又沒有新的日來填補 市民不夠力 這種情況 如果像你剛才說 下個星期二 揭曉 當然是 清楚 可能一些人又會有所行動 但是如果下個星期 仍然是 一個圓案 可能一些資金仍然站在後面 不動 我自己覺得這次拖的時間 會長 即使過了 12月14日 投完票 如果根據程序 除了要在 選舉人投票得到的結果之外 還要去到國會 驗證這次投票是沒有出差錯的 那是一月初 即是下年 下年一月初才正式 這次選舉 國會確認 施先生,你的看法是 如果真的長時間 其實有機會去到下年一月才有結果 是的 所以這次是可能 爭拗的比較多 波動會比較大 情況已經不單止是誰選到 選到的時間 是哪一個 時間點發生 浩德,你在操作司機時,近來有什麼部署應付風險 我剛才說 關於這次的選舉 無論是結果 因為可能吸收了 上一次的選舉經驗 大家都覺得 即使我們民調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但是 未到最後都不知道 這次大家都有 某程度有個心理準備 即使有個 選舉的結果出來 其實都可能會磨一陣 因為之前大家都聽過 一些 未來有機會的爭拗 包括 郵寄的票 會否成為一個觸發點 亦都大家會看看 如果拜登特朗普的票數比較接近 會否很多司法程序會出現 甚至乎 如果拜登即使贏了 例如在兩會上的議席相關 究竟過不過半數 其實 這一堆問題 我想現在的市場上 都是充滿了一個問號 這次比以往 必定複雜得多 我認為 特朗普贏出 會 相對 平穩 地發展 如果拜登贏出 即使美國特朗普的支持者 即支持者 就會搞事 如果純粹從 投資金融市場的角度 望特朗普贏 就容易 風平浪靜一點 過度 如果拜登贏 真是分分鐘內亂 不要說內戰 起碼內斂 如果你看現在 網上的影片 美國已經街頭運戰 有些地方 即特朗普的支持者 扯了旗 駕著車 遊行的人 去截他 拉他的旗 下車 打到飛起 這樣看的話 投資者這段時間是減肆的 司機有沒有減肆 其實我們自己 都覺得 這段時間 看不清 或者風險 真是高了 我們自己這段時間都 儘量減肆 不算減肆 我們現在最新的倉位 是七成半左右 七成半 都減肆了很多 我自己 譬如 前一輪公司派息 我就沒有加 撐住 但是 減肆 我也沒有減肆 很多 如果你說是進取一點的話 減肆 都是 我認為是一個 相對利益的決定 其實現在市場上的感覺 大家都是 留一點子彈 讓形勢明朗快 再出 如果減肆的決定是 市場風險是全部 股票一起減肆 或是 個別板塊 你會更加擔心 我自己的傾向 我覺得 我們有 投資 A股 有投資 港股 也有投資 美股 我覺得 美股的風險 比較大 因為 今年 都 盛了不少 你見到 近期的形勢 都開始偏弱 即使 近期第三季 很多美國企業 出了來的數字 都不太差 情況下 你見到市況 其實大家開始 比較保守 我覺得 之前一段時間 我們 美股 其實就比較 積極 減倉 當然 如果 美國為首 都是一個 資本市場 比較重要的市場 它真的開始 比較疲弱的時間 例如今天 我們拍攝的 日子 美股一跌下來 其實 歐洲 港股 A股 都會弱 但是我覺得 中國相關的股票 我自己就不會看得太淡 因為我始終都是 之前有說過 我覺得 中線 我見到 中國的經濟 其實都是比較 強勁的 反彈 引發了 我覺得 你那個企業 整個活力 開始回來的時間 股價 下跌空間 相對一定會小一點 雲觀 可能 金融動蕩 必定會出現 但是我自己覺得 經濟和 企業的情況 其實就應該 不要看太差 所以 司機金就減少了美股 但可能是 A股 港股 或是中國相關的 其實是維持不變的 施生 其實剛才 你給了一個觀眾 教了我們 美國大選的基本狀況 是怎樣 或者基本邏輯 是怎樣 但如果深層次 你覺得誰選到 真的對美國經濟有利 其實 美國要向右轉 我相信 已經 勢已經形成 即使拜登這次贏 下次都輪不到他們 都是向右的 表面上 特朗普 好像是極端一點 以及對中國 針對得更加 嚴重 但是 我自己認為 這個都是選舉策略 整個美國都向右轉 都覺得 美國要強 就不可以再行 以前那套對國際有這麼多承擔 又要搞 環保 又要搞人權 他那些限板不搞 變了 如果他是一個競選策略來說 贏了之後 他可能會面對現實一點 之前我知道民眾希望我這樣做 這樣有分家我就這樣做 我都選了 短期內都不可以 叫我下台 我有四年 他就會 要做一些現實一點的事 因為其實他之前做了很多事 效果是 不出來的 譬如貿易戰 美國赤字 沒有減少 只不過可能不買中國貨 不是去美國生產 不是你不買中國貨 美國即刻審判出來 他可能要光顧墨西哥、越南、菲律賓 那些國家 分分鐘價錢貴過中國 質素比中國差 否則以前他都不會光顧中國 你可能美國的成本增加 這些東西 沖完一輪之後 要想辦法 平穩回自己的實際經濟 美國第三季的反彈 是33% GDP GDP 按季 按季 基數不同 上一次好像跌下來 31點多 33是高於31點多 但是31點多,從100跌下去 跌了31點多,變成69點多 69點多加33,都是80,都不夠90 現在仍然跟支持差10%又多 所以美國經濟 不是真正好境 所以他都要做一些事 去救經濟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浩德,你認為 賈如斯先生的預測是對的 無論選到哪位總統之後 短期跟中國關係有一點點緩和 因為要面對現實 你會選擇什麼辦法投資 我當然覺得如果中美關係有一個明顯的改善 基本上所有股票都會升 因為具體這麼說 2018年、2019年中美關係開始差的時間 你見到其實沒有什麼行業特別受惠 當然 如果具體地 中美關係改善的話 我想科技相關的行業 過去一段時間,其實美國都很鎮定 無論是硬件的設備 基本上任何一些大公司 華為、中興、騰訊、華藝 全部暫時都在 美國希望能夠制約你的地方 如果有得 這些中美關係能夠改善 這些過往比較 落出比較重的行業 有機會大家會鬆一口氣 鬆一口氣 股價 可能就沒有以前那麼受壓 我覺得 氣氛 不會說 由敵對變成友好的 美國就不可能成為中國的友好國家 只不過 出權沒有那麼密 或者有些是 虛訪一招 叫做出國權就算輸 或者 在具體執行上 會鬆一鬆手 讓美國的企業 都要 頭頭氣 美國很多企業 是長期靠中國購買他的東西 你停了 他說會慢慢收緊 但是 你 潮退的時候 都還有一個浪 一個浪打 然後才慢慢退 所以我認為 選了之後 如果特朗普贏 美國的內鬥 沒有那麼嚴重 美國的對華的政策 表面上不鬆 执行起來 都會鬆一點 讓美國的經濟 都有機會可以優養生息 如果不是 他的內部矛盾 會更加激化 美國大選背後的邏輯、理念受到影響 非常深遠和長久 最後一個問題 浩德 香港剛出現了史上最大的IPO 螞蟻科技 應該在美國大選後會上市 11月5日 11月5日 浩德,你怎樣看螞蟻科技 這刻上市的估值 便宜剩下貴 我看到一些媒體都分析過 很多投資者都有抽 但我相信分都分得不太多 應該上市之後 如果是當前 招估水平 你認為應該爭持 還是減持 還是應該長線持有 我自己覺得 馬雅雜鐵這次上市 要留意幾樣東西 它夠大 亦有一定的吸引力 無論對散匯也好 對很多機構的投資者 所以大家明白 它是不會給大家很大的水位 大家賺 亦沒有這樣的需要 所以我想 大家沒有希望短線上高 可能有一個 第一天 可能爆升 我覺得這是一個 不是太合理的期望 因為 其實要看整個 整個 淘寶 阿里巴巴集團的過往 很多的經驗 其實它對這個 價錢和時機的 拿力都幾好 所以我覺得短線 當然我覺得 公司的企業的影響力 或者盈利能力 當然很好 但是 我覺得 未必是大家想轉中 好像必賺一樣 適當地 我覺得有輕微的水位 都幾好 中長期都值得持有 我都相信 很多投資者 其實另一個原因 就是 不論去 平與貴 大家都覺得 英文說 我一定要有 你賣給我 100元 我又買 200元 我又買 但當全世界都買的時間 都出現這個問題 下一個 究竟誰會再幫你接 所以這個 都是要考慮一下 在基金議會角度 同行 朋友 其他基金經理 是不是 傾向持有 這個股票 我猜大部份 機構投資政策的壓力更加大 因為 我講一個比較技術的原因 有很多基金 就算看好這個版塊 可能有所謂的 Mandage 限制 我最多買10% 阿里巴巴 就算我最喜歡馬雲 我只可以買10% 現在你多了一隻 馬藝集團出來 我每隻買10% 都可以買20% 而且這麼大隻 如果 每個都說好 你不買 結果 他表現得很好 你的壓力又很大 所以 令到今次的熱潮 那麼強勁 我自己覺得 螞蟻金服是代表新的 金融股 新的概念 馬雲最近在 外灘有個 金融高峰會發表了一些看法 他認為 中國的金融業 不能夠照搬西方那一套 經常看中國和 西方有什麼差距 要補這個差距 他說中國應該 走自己的路 應該看未來的世界會是怎樣 然後 根據未來世界的需要 去打造自己的金融業 西方的金融業 其實已經老化了 是一個 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高峰 已經向下 的情況下 他很多都是 聯儲局 很多的做法都是 為了挽救以前 中落的惡果 所以 不需要下下跟 所以他說現在 銀行過去都是 當譜 心態 有東西給我 渣拿 我借一些給你 他會按照 大數據 人工智慧 去決定 新的 放貸方式 如果他真的做得到的話 他就是一個 新的 金融系統 如果真的做到的話 是取代舊的金融系統 你看現在的 銀行 全部都跌 如果他是上位的話 就會 另一個新星 當然 他是不是做到 他口講 那麼容易 但起碼 我認為他的 雲圓 是比 現在一般的銀行 現在 例如你問匯豐 他都是補獲多 他不是 打造將來 所以我相信 買金服或者買科技 前景是很多憧憬 令到他股值 都不會便宜 長線就利好 短線就可能投資 最後問題 很多次你想跟施生 去猜猜誰會選到美國大選 亦想和我輸倒 我們之前都有 每次去到大是大非的時間 我們看看 這次 施生 好像覺得 特朗普也還有機會 是嗎 我相信 民調 暫時 拜登 是領先 我們剛才跟幕後製作同事說 不如今次我們又倒一盞飯 因為他們是得益者 誰贏得得吃 我先說賠率 現在大致上 拜登選到 1.5倍的賠率 特朗普選到2.6至2.8 所以本來賭博公司的盤口都開得比較靈 他們是利益有關 所以 暫時是 我認識的人都是 看拜登的 我是 獨台中意 所以很快知道 觀眾下星期再看我們節目就知道 究竟是哪位贏 如果好的話 如果不是的話就要等到下年一月 今集時間到這裏 大家記住 下星期有總統大選風險 所以投資方面都要小心 如果想知道多些司機資料 在我們的網頁 或者去打電話 都可以查詢到 下集再見